公地裡吊車才剛剛把 鋼糧給吊起來 沒想到下一秒意外發生 啪的一聲鋼糧墜落 直接砸向下方工人 男子瞬間不見人影 現場煙霧瀰漫 嚇得同事趕緊呼叫119 也是腳踝那邊開放幸福的 事發地點就是新北市中和 這處工地 十二號早上十點多 五十七歲的蘇信工人 配合吊車進行鋼筋吊掛作業 但吊車疑似只有使用單點吊掛 結果重達1.7噸的鋼糧脫鉤墜落 直接吊在蘇信工人雙腳上 送往醫院經過一整天開刀治療 左腳結肢 右腳骨折 實際回到事發現場 一早吊車竟然還在持續作業 新北市老檢出就表示 目前已經勒令工地要部分停工 採取安全工法導致作業人員受傷 我們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最高 將處以30萬元的罰款 工地施工便宜形式 造成工人受傷截肢 這責任該由誰來擔 相關單位是該好好調查清楚 華視新聞 廖庭侯正倫新北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 火箭 火箭